205 明報 病人如三成長者缺老人精神科醫生 2015年7月10日講文A18本講約有20萬名精神科病人 新症輪候個案如萬宗 有精神科醫生指出,近年精神科新症增加 公園如三成病人市長者 為精神科醫生中僅不足五分一屬老人精神科 人手不足或零專科門診難及時處理所有緊急個案 增在臨師公園老人精神科工作的精神科專科醫生丁石全稱 本講每年有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精神科新症增長 65歲或以上病人佔公園精神科專科門診三成 但現時約二百多名公園精神科醫生中 僅不足兩成屬老人精神科 其餘大都做成年 兒童精神科 他說,人手不足令老人精神科難按時處理所有緊急個案 部分病人輪候時間延長 或要轉至成年精神科更進 丁建議,若真的擔心病情嚴重 可直接到急症室或先找私家醫生做評估 長者亦有多種精神疾病 丁石全指出 四分一長者有患腦退化症風險 當中又有如三成會有思覺失調 情緒波動等精神科病徵 不過較少有老年才首次發病的精神分裂症 另一精神科專科醫生林志良稱 約百分之一人口有精神分裂症 英國曾有一項如五百病人的研究發現 約一成精神分裂病人是六十歲後才發病 天然是親孤人身症 約百分之三 Veo 之三 成本 出尿 担仔 八 二 男 ăng